小箱洞內脫掉車駕駛開廣播器 直接開罵 廣播聲以來附近住戶車幕 車子喇叭聲還有擴音器的聲音 互相不退讓 然後導致後面的車流的車都阻塞了 請你退讓到後面 那你不願意大家都不願意退讓 變得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 兩車疑似匯車問題 拖車駕駛控訴 小轎車不理讓 車內駕駛乘客還通通下車抽煙 後頭大塞車 拖掉車駕駛才會氣得開廣播 直接開在路中間 不讓我過 不讓我過就算了 他也沒有說要倒車 可能靠邊 就是我們大家互相理讓這樣 而且還故意駕駛跟副駕駛都下車 還站在路旁抽電子煙 你不覺得這個很離譜嗎 示範在南亞西路一段的巷子內 地處夜市尾巴 一旁還有停車場 巷子雙向車流量大 但路段是禁止大車行事 附近住屋說 經常因為會車問題有小口角 這回兩車小巷子碰頭 又因為禮讓問題 讓不讓讓雙方都不開心 當下經過禮場調解後 才結束了紛爭 俠局警方表示 該路段列為重點取締輸導 經查雙方都沒有報案 若民眾要檢舉微停 要附上三分鐘以上的影像 拖車駕駛 若遭檢舉行駛進行路段 將被開罰900到1800元 雙方因為會車禮讓問題 一度僵持不下 也讓後方車輛一度塞到 不一定不會當 三選集還沒照 請不要報道